大家好,我是三浩,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摄影师设计网页 不管你是拍照片还是摄影 相信你都会把你的作品 放在各大的社交媒体上面 可是,如果你要建立好自己的个人品牌的话 那么你就需要一个网页 我相信每一个摄影师都有自己的个人的风格 所以要找一个网页设计师 来为你量身定做一个网页的话 可能会花一段时间和金钱 如果自己来的话,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和金钱 可是我不会写代码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推荐使用Wiz了 因为Wiz除了可以让我写代码的你 轻松的设计出属于自己个人风格的网页之外 还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金钱 最重要的是,设计出来的网页是很好看的 我会把Wiz的包裹网页的链接呢 放在下面的说明文 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到达我们接下来要去的页面了 当你点击了我放在说明文的链接过后 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 如果你已经是Wiz的会员的话 你就要按Sign In就可以了 如果还不是的话,就按Get Started 然后再按Sign Out 填写一些基本的资料过后 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 然后你就要点选Photo Graphic Wiz Template会让你看已经设计好的网页 然后你再从中选择你想要的网页进行改造 在Wiz这边它有很多的Template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如果你觉得这个适合你的风格的话 然后你点击这个View 如果你确定你喜欢这样的风格的话 那么你就要点击Edit Site就行了 左边这个就是它有的Page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选择更改你的Background 然后更改这些Content 等等 或者你可以加其他的东西进来 网站算是设计好的 这个时候呢就是上传你的作品 以及更改里面的内容了 点击这里的图片 然后按Setting 这里提供了很多选项 你可以先Set Out一个Store 然后Start Now 这里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Edit是用Sales Digital或者Sales Digital and Print 这里呢我就按Sales Digital Add More Image 然后Set Price 然后就按Manage Store 这里呢你需要先Set Out一个你自己的Payment Method 就是别人是怎么付费给你的 你可以使用Credit Card或者是PayPal 然后按Connect Me 这里我会选择使用PayPal 然后这里 它已经把你塞到好了 然后就Back to Art Store Back to Art Store 如果有任何的买卖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了 设计好后呢只要按Safe 更改你要的碗子 然后按Done 之后呢再按Publish 你的网页就会 让你全世界人看到的 是不是觉得很简单呢 而且设计出来的网页 也不熟人吧 除了设计网页之外 Viz还有提供很多可以 能够提高你网页吸引力的工具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对以上的资讯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你订阅和帮助SANHOW TV 如果以上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想要让我帮你设计网页的话 可以私底下讯息我 那么我是SANHOW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